大家好,歡迎收看訊網每週港股 今星期請到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 跟我們談談未來大事的走勢 Alex你好 美股連回創新高 帶動港股,今星期的表現跟隨向上 更加站穩在21,000樓上 今早恆子方面,高開28點後一度倒跌 不過見到10時,內地公佈的第二季經濟增長有6.7% 其實表現方面都好過預期 也都隨即帶動大市,曾經升過百點 逐步逼近今年的高位 未來大市方面,Alex你覺得有沒有機會繼續向上 上網或支持位在哪裡? 我想你今天的動力又再加強了 首先將支持位上移 你現在看21,600,我想都已經是一個很短線的支持位 因為之前在這個位置經常都有阻力 現在你打穿了之後,雖然說其實都是百多點而已 但是因為動力是好了,新品是好了 你看到每次回都回很少 我想21,600已經是初步支持 但是這個支持當然是21,300 但是如果你追著市場的話 我想21,600都已經是即市的支持位來的了 現在你這樣看下去,就先不要鼓頂住 任由它一路這樣去住 因為一看下去,那些人追捧資產的情緒還是很高漲 其實今天唯一不好,就是成交很小 但是動力在這裡,還有市場可能都是長期低成交 所以都沒有辦法,這個下次都要接受 那你覺得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突破2萬2萬或者更高的位置呢 其實是有些機會的 因為你首先騰訊,你很難猜過頂在哪 基本上都會有,而我想你說金融股其實雖然長遠不好 但是短線來說,因為它們都沒有怎麼照做好很多 譬如你匯豐還是50元以下,你忽然之間升2、3% 其實就不是說超難的,因為甚至是長和系都有些機會追回 所以你說2萬2樓上就不是說很難,現在看下去 最主要是之前的殘股還有空間 變成了頂就不要亂顧著,真的等它回才算 真的跌下來才算,因為你現在看下去是慢慢升的格局 你剛剛看到騰訊方面就斷斷有 其實在大線這個星勢裡面 騰訊方面都明顯跑贏的,股價更加是年番創新高 看回14天的RSI其實都未去到70元 技術上未到這個超買的水平 股價其實連升了好幾天,其實短期內的回調壓力大不大 我相信不少人都想買這隻股份 你覺得什麼價位或者現階段可不可以再入呢 我想你說這個就真的很難去給你買 現在的情況就是因為每個人買都贏 這樣就變成了沒有什麼人願意沽 短期來說也是,這樣就真的斷斷都有的 所以就,還有很多人想買,現在變成了 反而就令到它還很難回 我想你說要等它每一次真的有壞消息出來的時候 才可以衝過去買這樣的格局 但如果你不想這樣的話,就直接買了才算 不要理會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類型股票的,我們經常都說 變成了就永遠都強 所以都沒有辦法,要等不到什麼便宜位給你買 所以真的有心買就買了才說 好,轉說一下,近期都相當多的新股上市 今天就想談一下星星地產1560 它就主要從事工廈物業發展 看到早前的公開發售,超額認救成600多倍 首日掛牌方面也都高招股價超過9% 昨天創了上市新低之後也都隨即反彈 收市方面股價升超過五成 今早早來說,表現比較反覆一點 曾經跌過,現在大概是2.7的水平 你覺得星星地產這隻股份 其實基本面是否真的這麼好? 長相你怎樣看呢? 我覺得純粹因為小 因為都是幾億市值的公司 這些這麼小的股票現在 其實很容易亂炒 我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是長遠來說,當然基本因素就不太好 你想想,很難在香港做地產可以發揮 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純粹我當是一個,我覺得人們當是一個殼 所以沒有什麼長渣的價值 你覺得短期內有貨投資者沽貨好不好? 正路來說當然是應該走 但是因為這些是市場亂來也可以的東西 所以自己決定 因為你這麼小的股票現在是可以亂來的 好,Alexa,你今天有沒有一些股份推介給投資者? 我覺得就是駁中移動 最近有些外資行看好 也穿了90元的阻力位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因為中移動是近期市場應該會喜歡的股票 因為他們是比較上追捧一些好像債券的股票 而中移動其實你升得慢過那些6823 或者是Wid的股票 因為中移動的派息其實是很沽寒 和中移動的派息政策其實是很不穩定 但是我覺得就是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反而令到它的股值其實相比那些派息慷慨 和這個派息穩定的公司來說 它是偏低 形成了如果那些人真的想追買 而他們又覺得如果中移動可以搞正的派息政策的話 那可能有機會重股 那我的好處就是因為它真的升得少 而且尺寸又大指數影響又高 那我覺得如果有人要追的話 這隻都可能有些機會會追得多好 那所以我覺得就可以駁一下這隻 我覺得是駁它大升的 那見到今天來說 中移動的價位曾經去到93元 那現在大概是92.85元左右 尤其是現價位是否賣得過 那上網大概是甚麼位置 那這些你當是領展的時候 爆起的時候那些咒勢要駁它是翻版的 我覺得是 那就變成了要買就不要想 就現在買的了 因為你給你回到的話 都是多數是有些問題才會回的了 那所以我覺得都無謂駁它回 那我想你說穿90元斬 如果是短炒的話 因為90元之前頂了很久 一穿了之後還沒見過 那所以90元應該可以的了 那就真的駁一駁一百 我覺得是 那因為你說的 你相比其他來說 就是如果你看股息率它就不高 但是如果你看過所謂的盈利率 就是earnings yield 它就很吸引 所以我覺得純粹是賭一些人 覺得它 是用earnings yield來看 還有覺得它派息可能會收正一點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抽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駁一下 即是你說可能3元駁7元的格局 那好吧 Alex 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們持有騰訊和中二棟 今天謝謝王國英這麼詳盡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王國英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